国庆假期来临,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保育园们没有放假,一大早就在赶制限定版生日蛋糕。 国庆节,果生日不仅有祖国母亲,还有寿星熊猫国庆。 大熊猫国庆2019年在广州出生,第二天就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,因此命名为国庆。 当天,前来为国庆庆生的粉丝们将主角重重包围,不仅有长枪短炮给寿星拍照,更有自己制作的周边产品彰显真爱。 保育园们自然也下足功夫,生日蛋糕既要好吃也要好玩,既是国庆的五周岁专属,也是他的丰容专制。 这次我们经过团队讨论,靠试一个可以旋转的蛋糕。 其实很多朋友,很多粉丝看到这些都称为敲传羊,因为他可以懂得转的。 在转动过程中,他可以沉迷一下,藏在竹筒里面的水果,竹筍,可以发挥他的探索,好奇心。 虽然已是十月,但广州天气依旧热情不解。 吃饱喝足的国庆最爱的就是这张冰床了,降降温,消消暑,再来一根小竹笋,实在是享受。 各位看官,你们且看,这造型要占领你们不少相机内存了吧。 别看国庆如此逍遥快活。 保育专家介绍,五周岁对于大熊猫来说,是他们雄生的新节点。 国庆是一头雌性大熊猫,过了这个生日,往后的日子,他的任务就更多了。 五周岁来说,对于红猫来说,这算是一个性年,因为痴性红猫大概是五岁左右开始达到性成熟, 和太成熟的两者之间是比较好的结合点。 明年我们会充分考虑到国庆大熊猫的身体状况, 台义是否可以将国庆加入饭育计划。 熟悉国庆的粉丝们知道,国庆被称为熊猫界的妈宝女, 最出名的断奶困难户。 别的兄弟姐妹有的一岁,有的两岁就已经断奶, 但她三岁半了还在喝奶。 不过正是因为这段不怎么光荣的历史, 使她有了最棒的身体。 国庆吃妈妈的奶水,她吃了三年半, 这个对她的身体发育非常之关键。 国庆的性格,我觉得是第一个是她跟她妈妈差不多, 又比较大胆,但又比较谨慎。 对这个新事物,这些会接受的速度很快。 她目前五岁了, 因为她吃妈妈奶吃得多, 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发过病, 所以她身体素质是非常之好的。 她那个扑育能力, 或者是那个带育能力, 可能会充分卖传她妈妈的特点, 因为梅青那个母性都是非常之好的。 相信国庆的话, 也都会超越她妈妈的,我觉得。 保育专家介绍, 接下来会重点检测国庆的体重, 让她保持在最优状态, 为新的阶段做好准备。